她 五十八岁 端庄大方 但却命运坎坷 结婚以后吧 就是七八年的我都没有孩子 九三年 突然不知不觉当中就有孩子了 这好事啊 也快要有机会调到一起了 房子也有了 也怀孕了 终于能还原了 怀胎三月 丈夫却突然失踪 可是这个孩子要生下来 今天的她只为一人而来 我喜欢的就是今天这个朱先生那种类型 卢雅一些 哪位朱先生呀 她 六十九岁 翻译退休 爱好自驾游 曾来过我们选择舞台的她 让所有女士眼前一亮 是朱先生啊 是 一眼就认不来了 看到本人和您在电视上看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一样 一样 一模一样 朱先生怎么坐在那里 叹了口气啊 我听到了 不不不 这探机后面有内容 为啥探机 她们能否一见钟情 更多精彩尽在今晚的选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选择 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节目 或者是报名资讯的话 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 组织线电话 010-6331-2752 6331-2752 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 周一到周五晚上都是9点30分 接时欢迎您的收看 好的 先来介绍一下现场的三位老师 媒体人李扬老师 欢迎 心理专家王颖老师 欢迎 心理专家金颖老师 欢迎 欢迎三位老师 那么首先要登场的是 一号女嘉宾 我们赶紧认识一下 掌声有请一号女士梁秀丽 欢迎 你好 欢迎欢迎 来 请坐请坐 一号女士梁秀丽 58岁 甘肃户籍山东人 婚姻状况丧偶 国企退休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三县家庭 我只看到了她留在船上的衣服 她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我就不找了 支援三县 从小跟着父亲去了甘肃吗 对 那您是在哪里出生的呀 我在山东省的 四五岁吧 我就跟着父母过去 在甘肃 在京昌 河西走廊呢 我们单位就是京川公司 那父母都是技术人员吗 是 我父母是留书的 您说留学当时苏联的 对 那批专家是吧 对 回来的专家 对 然后资源大西北过去的 那父母都是做什么专业的当时 采矿方面的工程师 我们那是一个矿山 除了是稀有金锁 就一直在甘肃上学读书工作吗 是 然后我就是八六年的时候 又轻轻介绍 找了个对象 然后八六年结婚 面相觉得挺慈害的 他很慈善的 给您介绍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好业务 跟我们公司有关系 他也是属于我们下属的一个单位 他在山东 在山东的之国 人老实 脾气也好 然后相处了多长时间结婚的 就认识了一年多吧 然后结婚 结婚以后吧 就是七八年的我都没有孩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地 他在山东 我在甘肃 那您当时找一个山东的这个账户 是不是也想还是回到家乡去 就想的是找个山东老家的人吧 将来退休了回家吧 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当时就一举两地分居 那我们双方都有贪金价 没去吧 都可以待三两个月那样的 是当时也有个规定嘛 就是说分居时间超过八年以后吧 就有孩子就可以调回去 是吧 那时候我们在他单位也分了房子 我这边也有 也分了房子 九三年 突然不知不觉当中就有孩子了 怀孕了是吧 对 这好事啊 也快要有机会调到一起了 房子也有了 也怀孕了 终于能团圆了 是啊 那时候手术也正在办的时候 九三年的六月份 我就过去探亲去了 结果呢 突然有一天他就说嘛 我记得是七月十八号 后来北海舰队就赶紧捞吧 找到人了吗 没有 当时交给我的遗物吧 就是在那个船上的衣服 就是短裤短衣啊 当时我就住院了嘛 当时几个月了怀孕 我那时候不到四个月 说是一百天嘛 三个来月 接受不了 要是我的话 那他承受不了 打击太大了 多苦啊 一个女人 好不容易盼到团聚了 然后出这种情况 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啊 可能因为你那么年轻 然后胎儿也不是特别大 当时没有犹豫过吗 说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还有孩子 都没有见过父亲 我当时没那么想 因为我们书记 还有工会主席 做这个工作 他当时也劝了我 他们怎么说 他就说你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呢放弃 是吧 放弃再重新成个家 还能生孩子 也是圆圆糊糊的一个家 一个完整的家 多好啊 然后我妈妈就在边上 就说那不行 我妈很冲动的 就是说那不行 这个事我们必须给她做足 所以这个孩子要生下来 这是一条命 我们要留下 我们养 是吧 以后她有何事 她再成家 那是她的事 这孩子我们要 我爸也支持 就是您一个人 抚养着这个女儿长大的 和爸妈一起是吗 对 说去那些事吧 现在想 哎呀 反正不敢想 那时候太艰苦了 后来有再 比如说遇到什么人 或者自己再往前走一步 没有 再没找过 一直到现在再没找过 然后我孩子最后 跑到手足衣 手足衣科大学 我妈妈那时候就说了 说那一趟终于熬出头了 我们也退休了 也都回三洞了 说这回你可以呢 啥了 熬出来了 有何事呢 你可以找了 因为这种人啊 我挺心疼的 带女孩子 挺心疼的 人家不找 为了她牺牲自己 就这种人挺难得的 这第三个关键词 说她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我就不找了 我就看了半天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呀 因为我这不是第一次 我上次来过一次 是你们在纸库吧 录制的 那好几年前了是吧 有五年了 一六年 当时有一个 王老师可能记得 我一说起来 想王老师说过我 说你要顺忠了 这么好的机会 是有一个先生 是管装的 他拆迁货 是不 他有三套房子 喜欢您 另外她那个什么 她是李毅的 人是挺老实 那咋没选呢 她什么爱好都没有 她开天以后 给了不少 好几百万 她跟我说 她说她什么都不愿意干 就在家呆着 我有什么 我说我喜欢旅游 出去玩一玩 一年出去一次两次 就够了 她说没问题 我有钱 那什么 我给你抱个团 你就去吧 她说我三套房子 她归那一套 她一套 说是有一套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 好好地过下去 她看中我了吧 她就说 有好好地过下去的话 给我 那不挺真诚的吗 她说可以写我名 我觉得房子 不是那么重要吧 你没同意这个人 他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就不找了 这不是说的 这位先生吧 不是 我喜欢的就是 今天这个 这个朱先生 那种类型 卢雅一些 哪位朱先生呀 戴个眼镜吧 思思闻闻的 挺 挺伦雅的 我也感觉她说话 也挺松趣的 就符合您的择偶要求 对 那这句话 您那意思是说 您就看中这位朱先生了 对 他又不同意和您好 您就不找了 对 您觉得就 人海忙忙找得很辛苦 不找了 是 我都58了 再过年就60了 我还找什么 那谁说的 我们前一阵 这个集体婚礼 80多岁的老先生 还结婚了呢 那究竟这位 朱先生来没来呢 咱先听听老师们 对您这次 又来到我们选择 有什么样的感觉 给您什么样的建议 好吗 然后也 在这个过程中 期待一下 一号先生的上场 来 老师们 就是您选择 这位先生 就是您未来 期待的这个先生 其实我也 发现一些问题 因为他来过很多次 你也看过很多期 也有很多人喜欢他 他为什么都没选择 那么你就会发现 他对人的要求 是个特殊的 那么你在不在 这个框里头 你不要考虑说 我喜欢这类的 那你要考虑 我在在这个框里 他选择的范围 如果不在 你就白喜欢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把这个词 给改了吧 是吧 如果他不同意 我就再也不找了 我怕哪天你又来了 是吧 凭什么呀 他不同意他 你就不找了 因为我认为 他一定不同意你 怎么上来就泼楼水 真的 我就敢这么说 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好好看节目 您看节目 没考虑他跟别人的 互动关系 你光看这个男的了 好喜欢好喜欢 你根本没有看 他和别人的关系 他想找什么样的 是吧 我觉得这是你 长期以来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 我特别希望 您能够成长 我们再战选择 老师也给您提前 打个一方针 有个心理准备 但是我觉得 遇到喜欢的 欣赏的人 勇敢地去表达 这始终是我们这个舞台上 鼓励大家做的 一号先生上场了 马上 他是不是朱先生呢 来 我们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你好 欢迎 应该是 也就是 对 欢迎你一号 你好 来来来 坐这边 坐这边 来来来 女士坐这边 好 是朱先生 是 一眼就认不来了 看到本人和您 在电视上看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一样 一样 一模一样 朱先生什么 坐在那里 叹了口气 我听到了 紧张 不不不 这探气后面有内容 为啥探气 我刚才没来自行怀说了 我怕了 我的品红特温柔 我什么 你说温柔 我温柔 从来没有人看我温柔 先生 您得看人看准了 那你觉得这位女士温柔 我们像个嘉宾 那个男士就说 皮红就没穿红的 我皮红穿红的 她好看 怎么话一转移到我身上了 不是 咱说说这女士呗 不错 面相不错 面相不错 很善良的人 善良我觉得 很善良 对 对 对 那听她刚才讲述 她的故事 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你生活在高智的家庭 对 虽然我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但我想跟有文化人打交的 第一个是 这是我心里话 对 这先生上来之后 女士就基本上不会说话了 把手往这一放 你就只会点头了 我在听她说 对 是 你有什么想问她的吗 想再了解一下吧 想了解一下 咱可能有些观众朋友 对一号先生还不熟悉呢 对 连这叫什么名 多大年龄还不清楚 咱看看这个一号先生 基本资料 一号男士朱明德 69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丧偶 翻译退休 那场上一号先生和一号女士 是否会擦猪火花呢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更讲动力环节 请看 必选内容 先来问一下子女情况 女士是就一个女儿 对 很支持您来选择是吗 对 她知道您是冲着朱先生来的吗 知道 你跟她说了 说了 那女儿什么反应 她怎么看 孩子说 你看好就行 先生的子女情况 一个女儿 也是女儿 对 就女儿 不要小孩 丁克主 所以也不需要照顾 她的孩子了 对 女儿支持您来选择 是 现在是跟女儿 各住各的吗 还是 对 离得远吗 她在睡意 我在通舟 那还有挺远距离呢 开车 四十分钟嘛 不禁 不禁 那会不会也担心您 一个人在家里 有点担心 我一个报警器 和领着我女儿的手机上 报警器 对对 就是我的家里有什么问题 我按了个键 我女儿都知道 我觉得这个真挺好的 对对 能连到手机上 对对 挺关心我的 一按 女儿手机就会收到 女儿都知道 这报警器装在什么地方 装我的握室有一个 厕所有一个 有个伴儿 两个人互相照顾 可能女儿就会放心很多了 求做不得这事 对对对 来 看看这个健康情况吧 女士的健康情况如何 我还行 挺好 体检吗 体检过 没有酸膏 就指标一切都正常 先生呢 我们当时每个人一直体检 我们当时在那个 中医院专家体检组 反正没了体检 反正都没什么事 血牙偶会有点偏高 但是医生见我吃药 我还没吃 为什么不吃药 我觉得它是一个边缘 边缘 但是我现在注意点 生活或者在饮食上面注意点 好 那看看收入情况 女士现在 我退休三千来块钱 先生的这个收入呢 七千多块钱 退休金 好 住房情况 女士刚才讲了 是山东有房子是吧 甘肃也有 北京现在是租房住 先生呢 我在同州有套房 对 有自己名下一套房 自己名下的 这大哥一上来一看 就是一个文化人 就不用说话 就看着 那大姐上来没看出来 这个女士跟那男士不匹配 就是思想上的交流 有一定的代沟 虽然说年龄比较接近 结果跟他不搭 这俩不是一路人 搭不上 那接下来我们要更多了解一下先生了 女士也希望更多了解他 我们一起进入先生的原来是你环节 请看 尊重节目珍惜机会 好好说说玩这件事 第一个关键词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上次就是我来播这个节目的时候 那个莎莎 就是介绍一个女士 他把这个女士照片传给我了 她跟我说 一直说 我合伙的事 但我看一下 说还上节目 因为我如果上节目的话 我选择余力就更大了 所以我当时 我就回复了莎莎 我就说让我孩子说先上个节目 咱们今天我就来回访吧 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再次回访 这样就要您说的 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朋友 对 而且我们获得的对方的信息是真实的 是 前一节就是这样一个事 我们一个女嘉宾上完节目之后 就和一个男士聊得还挺好的 然后俩人彼此就建立了联系 聊得挺好 就说咱约见面吧 但这个男士就比较慎重 就说我们那要见面的话 就把这个身份证信息 我们彼此传一下 看了身份证信息咱再见面 就是先生刚才说的嘛 这样更真实 然后这女士就不同意说 那咱见了面 我再给你身份证信息呗 然后男士说不行 我得先要身份信息再见面 俩人一拉二回扯在这儿 就没见成 就没有下文了 本来是谈得挺好的 如果见面说不定能擦出火花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细节 就没见成 但你想如果来我们节目 你也不用发来发去了 你的身份信息啊 这个包括李毅 或者森老的这些证明啊 证件啊 我们都会帮您去审核清晰 清除 这样来的都是真实的人 真实的信息 大家可以放心 身份证随便 不能随便发给我什么 对 你不了解 发过去 现在拿身份证 干什么的都有 挺担心的 所以啊 能来节目 真的要尽量上节目 是 如果回访 也尽量地来节目 就像先生这样 那我们遇到的人 像遇到一号女婿 那肯定是真人嘛 对吧 那不可能是 有任何信息的假 是的 所以就您说了 尊重节目 珍惜机会 就是来到我们现场 更多的展示 更有助于我们大家 早点找到幸福 是吧 是的 所以先生 其实热线电话挺多的 挺多人喜欢您的是吧 您自己知道吧 好像编达跟我说过 跟您说过 先生确实条件也不错 是吧 您很了解他的情况对吗 看了一点 就看了一点啊 好像记不住了 没有 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之前 年龄啊 他喜欢旅游啊 对啊 他之前做什么工作的 翻译退休吗 做什么工作 在哪里读的书 是大学还是 这个我都不太知道 那就请 朱先生再说一遍好了 广东外语外卖大学 就是大学本科毕业是吧 同时什么样的翻译工作呢 我主要是干那个和 我们叫外联部嘛 我主要管那个加拿大 然后美国那一带北美 国外的旅游商联系 然后我就提供他们的 咱们国家的国内旅游景点 翻译的报价 什么交通 这些东西 当然这些都是英文的 一直干到 没有 一直干到退休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干到 大概干了 六七八年 我又到了个 他们是有个针灸培训班 现在还有了 长期办针灸培训班 就给外国人 培训针灸 培训个针灸 因为那个 有个三个月 一年两年 就一个月前 我在这里这么说 然后都是年轻人 都是他们的本国 都从一的 然后在中国学这个 就专门学针灸 学针灸 学针灸 他也能够 有放假的时间 他要旅游 比如说没有旅游 他们这份业务 就被其他旅游 就弄走了 那您是负责这些 从外国来中国 学针灸的人的 旅行的安排 对 他批准我当副总 还是说他们这个 学针灸您也做翻译 不是 因为有个业务问题 明白了 就是管理这家 你懂外语 你不懂 你业也不信 一直做到退休 对对 差不多吧 我是学 这一份 这一份 我曾经在 那个旅营社实习过 所以我对这一块 我比较 就是说他的收入 我就是 我为什么问你 他干了几年 接待外宾 他是接待豪华团 还是普通团 他干几年 就那个时候 九十年代那时候 就我实习 我是九二年实习的 我实习的那时候 带团 就是五年以上的 就是我跟的那些老师 都可以买别墅在北京 所以您看 您第二关键词说 好好说说玩这件事 这玩它得 也得有资本玩 是吧 您要说咱经济条件不行 退休金也很少 也没积蓄 那就只能在家门口玩 我本身我觉得好玩 小时候就好玩 找找找找得 做好多事 喜欢玩 喜欢冒险 然后又从旅游工作 而且现在退休了 你说你还能干什么 那您现在都玩些什么 咱们一往上说 我玩可能跟别人玩不一样 比如说有人往上说 要把自己武装起来 怎么开招什么 打吉普 去哪些没人去的地方 越显得就越好 王老师 我倒不是这样 我上海 王老师应该还知道 我不是这样 您是怎么玩 我是去一些大城市 一些熟悉的城市 慢慢玩 慢慢想不冒险 然后呢 感受一个城市 对对 我很享受 我喜欢开车 然后呢 就这样了 那您都最远开到哪儿啊 最远到广州吧 自己开车去吗 从北京开到广州吗 对对对 广州 武汉 然后西安 这样子 就一路慢慢开 慢慢玩 对对 慢慢开 慢慢体会 然后隔地的品杖 隔地的美食 就这样 就是这么玩 喜欢这样的玩 对对对对 你是这样玩过吗 应该没有 没有 我不会开车 对 我也没有车 这个您自己开车 我自己开车 是开那种 像王老师 弄成特别专业的那种 什么户外的 越野的 不是 我是开 我就是很一般那种车 就开普通轿车吗 轿车 还是SUV 轿车 就是轿车 对对 轿车 就是两厢的 他走公路 对对 他不是像我似的 就方便小一点是吧 对对对 好停好走 也好开也好停 对 我听说您开的是宝马 是宝马 操作好操作是吧 好操作 我这个宝马是好像 现在好像不太多 市民的不得 应该是原料进口的 没有国产 那您开的时候 就是去玩的时候 是自己啊 还是也会结伴同行 几辆车一起 有时候结伴 也结伴就是 所谓的结伴 就是开车 就我一个人开 我不会 我拉一个人 或者老婆 跟你换 一个朋友 不是 我不喜欢就是 我朋友上我车上坐的 为什么 我就开车 它这个是风险 我的工作 我爸万一 出什么事 我担担不及 那车里 就是自己一个人 就一个人 而且大部分 是我一个人开车 就我一个人走 有偶偶的会和同学 和三四辆车一起开 但是我车上 是永远是我一个人 那您将来 有了另一半呢 那我现在来找老伴的 目的就是这个原因 会有的时候 爱人是很早就走了吗 老爷走了八年了 对 因病去世 是吗 对 所以这个爱人走了 您这才生活彻底放松下来 也退休了 就自己去玩了 是 虽然您能力强 英文好 但总觉得这把出国玩 就一个人 还是挺孤单的 起初还没有 现在妈妈就觉得有了孤单了 为什么年龄也大了 是 你会开车吗 会 你会开车吗 你喜欢自驾游吗 也喜欢 那您对这男生印象怎么样 还不错 挺好 这个爱旅游爱玩的 我们一号先生 让我们这个 其实孤孤单单了 半辈子的 大半辈子都孤孤单单 一个人的 一号女士呢 是非常的心动的 但是 两位的匹配度 坐在一块 感觉一下 女士现在什么样的 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挺好啊 她挺好的 这您觉得一号先生好吧 其实 挺多女士都觉得 一号先生好的 不仅我们热线电话中 有很多女士青蓝先生 就今天在我们观察室 你也见过了这几个姐妹 对 人家也觉得 一号先生挺好的 也想上来 可以啊 跟您竞争 可以 我先听听咱这二号三号女士 怎么说吧 来帮我连一下 二号女士的话筒 一号 您对我们一号先生 很有好感是吗 是 您喜欢她什么呀 她首先从颜值上 感觉她不错 颜值 好 第二点呢 另外她的思想 挺先进的感觉 就因为这两点 颜值和思想 还有她的爱好 也是我所喜欢的 那听说三号女士 也挺喜欢我们一号先生的 我是三号 您是三号啊 您都已经抢到二号前面发言了 二号 你刚才叫我三号 我才发言的 我叫三号吗 您平差了吧 我是按顺序叫的 您是着急 想先发言对吗 行行行 咱问问二号 那三号特别对那个 这位男嘉宾比较满意 所以就是他先发言 您是二号对吗 对我是二号 您对先生 是不是也挺有好感的 好 啊 好 好 好 连说俩好 也喜欢是吗 对 就是能玩到一块去吧 就目前来说 可以玩到一块 哎 那人家一号女士 可是报名冲着先生来的 这已经是 抢线一步登场了 您二位怎么着啊 在观察室里待着 是不是会错过机会啊 那就得大胆说出来 我们上 行 欢迎我们二号 三号 两位女士来到场上啊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来 两位请坐这边 先生请坐对面 来 我们按顺序坐啊 来过是吧 姐 来 来 一号女士坐这 按顺序坐 你好坐这 二号女士陈秀梅 52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离异 社会退休 三号女士李巧玲 56岁 河南人 婚姻状况离异 工人退休 哇 这是谁这么香啊 我 谁谁 我 那个Chanel的Lichens 这一款香水玉醋 我一直用到现在 差不多有十多年了 它那个厚调那个味儿 特别好 特别短 哎呦 你们二位 超级喜欢 超级喜欢 就是一只 我880第一瓶买的 现在1200多张的 对对对 这就说明 这位女士很时尚 对 心态很年轻 因为 打扮就能看出来 是吧 因为先生也是 这个比较思想先进 刚才谁说的 本来是舍先生思想先进 这个香水您有研究吗 没有 完全没有 那你喜欢闻吗 就有些人觉得 香水特别好闻 你像金灵老师 对于有香水 就特别受不了 就每次 这个不能和立昂老师 不能和霍明杨老师 做一块 太香 其实这种香味 它主要是渲染一个情绪 一种心情 那我们都告诉你了 你一喷香水 我们心情不好 就像柠檬嘴里放精油一样 也是为了一个情绪 一种刷牙的过后的味道 会说出这事 先生对香水 有没有什么讲述吗 没有 从来不用 喷香水 我是说女士吗 我其实也不用 从来不用 那就是如果一位女士 她会喜欢香水 您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有好的味道很 都喜欢吗 那这味你喜欢吗 我没闻着 那你想闻闻吗 来 咱不用太久 再对握个手就闻着了 闻着了吗 我好像 好像见过的 就是我喜欢拆迁户的那个 您有印象吗 不是 我就是 我一直说 你咋一上来就说 喜欢拆迁户 你先坐下 什么情况 我是电视里 电视里看起来 我那个脸肉肉的 你要喜欢拆迁户 你也喜欢开矿的 是我 是 是啊 不能就电视里 看到了吗 但是您能大胆地 表露自己的 对 就女生 为什么会这么大胆 性格值 对 会用一千多块钱 一瓶的香水 但是我说得很明确 我就是物质 这肯定还是个故事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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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女 没毛病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耽误她的时间 也耽误我的时间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 不但她既不是开矿的 也不是那个拆迁户 不是拆迁户对吧 不是 就通州买了一个 一楼在小院的小洋房 是这样 刚才我听了一下 您的碗 因为这种 我一般都是往山沟子里钻 就是喜欢那种 深度的人文 就是乡下的那个 就是说像这位男士 他是喜欢在城市里 品尝美食 我也喜欢 但这烧钱 就我刚才在那个屋里 也说了 就是说演员合适了 什么都不是条件 就是说 当然我没有看到人的时候 我有各样各样的条件 那在一起一看 那么可能是个逃分工 是个清洁工 都可能有可能了 你还是有一点浪漫色彩的 先生您嘴角微微一笑 您想什么呢 没有 我在听 特别直率一位女士是吗 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好像跟她不一类了 咋不一类呢 我是很传统的 对对 但是岁的也差很多 看看二号 你是基本资料 我们那岁的差太多了 52岁 对对对 陈秀美女士52岁 怎么可能呢 我大了 大17岁 陈女士 谢谢你 所以其实对您来说 年龄啊 包括其实有钱没钱 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还是两个人喜欢 这个年龄 你什么喜欢 意见钟情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说两个人 是不是生活能够 是一个轨道 一个思想 是不是一个频道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真是 这方面都是 在一个频道上 其他可能就有点忽略了 明白 当然在你没有展示这方面 互相没有了解的时候 你是有条条框框 但是先生说了 他觉得您这思想是比较 叫怎么 跳跃性 跳跃性的 先生比较传统 没错 我就是 那你上来 那您觉得和她是一个频道 你不是说她一个频道吗 这不说嘛 行吧 坐着感受感受吧 你这二号 有这印象怎么样 不喜欢这样的 太张扬 太张扬 她喜不喜欢 我不知道 您这怎么样 养不起人家 这哥家 咱正理工夫 根本养不起人家 这样人 我还约正一万行 对 来三号女士 还是思思文文坐在旁边 没说话呢 也先介绍一下自己 李巧玲 今年56岁 河南人 在北京打工 河南人 第一两年多 快三年了 56岁和先生也要差13岁 这个年龄差 您怎么看 我感觉两个人就是 主要是 第一是颜值吧 死于颜值 现于才华 最后才忠于人品 您是那种平常很主动 很勇敢积极的性格吗 也不是 我也是有一点传统 那今儿怎么就这么勇敢的 刚才说特别喜欢她 二号还听你说话 还说特别看好 怎么这么勇敢呀 感觉看着可以吧 一号先生 咋那么严肃呢 没有 人家夸您呢 您都没看着 我都听着了 听出什么来了 他说我的人品 这没问题 说我的才华可能谈不上 我都听着了 那说颜值呢 颜值也 这么个岁着 不要说颜值两个字 其实还挺帅的 还就是 就是一个很一般的老头 但我说一说 我想决省时间 我想下去 怎么想下去了 都不合适了 您这么主观上来 就说我先下去了 人家都冲您来的呀 我刚才跟王娜儿 借借思雨 说我还觉得三号女士 有一定的匹配度 对呀 没想到也被男士否则 您怎么三号都 还没来及交流 就觉得不合适了呢 是年龄的问题吗 地狱的问题 地狱的问题 年龄的问题 再说他现在打工了 就他可以不打工啊 我不需要 我真的 我说话我不管 因为这种事情 不要 你搞一个花花草草的 不好 我说不行就不行 真不合适了 所以其实你 这个一号女士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下面 我听他的故事 我觉得好像也不行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呀 我喜欢一号的时候 好像类似像一号 这样的女子这样子 就很端庄贤惠 对对对对 这样是实话实说 温和 但是他有某些地方 就是还要做不到 我说我想象了 你看这两位女士 我真正 我衷心谢谢你们两位 但是比我想象太远 差太远 就因为这种东西 实话实说 不要说说好听 然后当我只能说 你就真正谢谢你们 老师你们发发言吧 我也觉得有点尴尬 这还没聊 那先生说我下去了 这三位女士坐这儿 也挺尴尬 我不尴尬 不是说句心里话 我特别能理解这位先生 因为在这个连线的时候 这两位女士说 我们都很喜欢她 是吧 但是上了以后 表现出来的不是喜欢她 就是还可以吧 我们看一看吧 你知道吗 那可能对她来讲 说那你就别看了 是吧 因为她是 为什么还留下 因为她是一个 选择的老嘉宾 她知道这个流程 基本上是 看完女嘉宾 基本上就结束了 是吧 朱先生 对吧 然后是因为 你们两个人才留下来 然后你们俩上来以后 和在演播室里 表达的都不一样 是吧 就没有觉得 我多么喜欢她 她是我的心心念念的 所以那人家就 白了白吧 我觉得也不是 表达的不一样 是因为先生一看 二位就是这种的穿着 和表情 和所处的 现在这种环境当中 她所想象的不太一样 是有巨大反差的 是吧 先生 是 就是反差有些过大了 对你们的表现 对你们所说的话 是前后不一致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她很显然 知道她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她就想找一个 像一号女士这样 沉稳一些的 岁数差不多的 是吧 能够有点思想的 跟她能聊在一块的 陪伴就行了 说得太对了 她是想找一个 和她相似的 是吧 说得太对了 这个梁说得太对了 那一号女士 哪个地方让您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差距 我刚才不是说 我以后我真的喜欢的人 我会奋不顾身地爱她 但是我也怀疑 她将来是不是跟上我的汤 你说你爱玩 你也多爱玩 我是很爱玩的不 而这个爱玩 你也一定有经济基础 经历得跟得上 经济基础 我不愿意说 我这样看来 我负担太重 是吧 你不要说 你跟我以后 你全部经历压在我身上 我又没有那个能力 我又不是做生意的 我就是一般的 拿收入的 可能说 你会拉开一点 但是在北京 那根本谈不上 知道不 行 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世界上先生 也比较直接 说得很 他其实想找一个 像王老说的 和自己一样的 对吧 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 思想上比较先进 爱玩 能接受新鲜事物 身体得和他一样好 年龄上还能相当 你也不能太年轻 经济上 也得半斤八两 不能太差 这样一个匹配的人 咱一起去玩玩 乐乐 互相照顾 体贴 到老 是吧 而且我喜欢一种 有情感的生活 不要说 所以先生 难 难 真的是难 我喜欢 但我相信您能遇到 因为来我们选择 有好多您说的 这样的女士 不缺这样的女士 颜值好 身体好 经济条件也不错 很多 我建议您 不仅仅是来回访 来跟大家交流 也可以尝尝看 我们的节目 您说的这些条件的女士 在我们这也挺多的 好吧 那就不让您尴尬了 您休息一下 我们也请三位女士 一号女士和三号女士 休息一下 我们正常 接下来采访二号女嘉宾 好吧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来我们去休息吧 有缘没缘 人家有缘一对 有缘没缘就对 有缘就对上了是吧 大酒不离 你看那男的 男的不看 来我们去看看 二号女士有 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我也说说玩 我没有花过男人的钱 结婚十九年 有十五年不交流 也说说玩 这一号先生 说她认真玩 好好玩 你这玩呢 她玩的是高大上 在城市里吃吃美食 瓶瓶小酒 我喜欢那种 山沟子里 就是没有开发的地方 最好没有人 就是深度 了解当地的人文 饮食起居 我喜欢 就是条件会比较艰苦 对 所以你是出去玩 很能吃苦的那种 我能吃 就是比如说 没有带筷子 我可以拿树枝 撅下来 铝箱铝箱就可以用 也不怕脏 我觉得苦中作乐 挺好玩的 那你觉得最艰苦的一次 这种你所谓的 去山沟沟里边探险的 是怎样的经历 有一次去库布齐 结果赶上雨了 就是在雨地里轮 就是我们其中 我们去的三台车 全部都是没经验的人 第一次 我找了一个当地 非常有名的一个越野 他给我们带队 然后就是三台车 各种线车 最后车还给开爆了 最后就是那个曼都拉 用两驱 从深沙区 到浅沙区给带出来 就是我整个在雨里淋着 就给我淋发烧了 这种人 男的必须得比他强 还能过 男的要比他弱 绝对不成 他都能 就是当朋友 一般朋友是很好 当朋友 他说话 给带着乐趣 对 也挺说 知识面还挺广 但是 要当我别人的老婆 就把欠绝对 欠绝对 做老婆的柔 没有 您说从来没有花过男人钱 就婚姻当中 其实 您也就是这样的经济情况 我初恋 第二个 第三个 我就第三个就要 离婚的时候要了他三万 第一个第二个 都是我给他们钱 我不是无底线的那种物质女 我就是说不择手段地 去花对方的钱 我不是 我就想轻松地 你有这经济条件 我们在一起玩 你没有我们不接触 因为什么呢 我不忍心 那这个意思是说 您自己的经济条件 还是不错的 不好 我一个月挣两千多 那两千多够你这样去生活 不够 那怎么办 香水都要一千多块钱一瓶 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还有点惭愧 什么 有点惭愧 有一丢丢啃老 我是其中一个 现在还在啃老 爸妈收入都挺高的 高 你是跟父母一起生活吗 他们两个人两万 这是什么意思 二十一年 你说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都给你了 你说 我没有说让他们都给我 就是他们就是这种生活习惯 我也没办法 你也改变不了 你是独生子女 对 就你一个孩子 对 所以爸妈的这个退休金 每年分多给你用 我反正一月挣两千多 我也没房 也没出 就两千多 然后不够呢 反正我妈也知道我不够了 就 会给你钱 那爸妈 现在北京人不都 谁说北京人都定 这俩不都北京人吗 北京人都 就像我这没出息的 没有能力的 不是这二十号女士吗 有个特别大的优点 就特别感觉直面自己 可能在别人眼里 看起来的缺点 不你知道有一种心理 我知道不好 有一种心理是这样的 当我自己自黑之后 别人就不会再说我了 我自己说自己 比别人说我强 这也是个理想 我知道 因为我同学有这么说 你这样不好 不不 那我问一下你 咱不说这个好坏了 我比较关心你父母 他们养老前留的怎么样 可以 也有 就没都给你了吧 没让你都造了是吧 那怎么可能 一分钱掰成八宝花 能让我这么造吗 不可能 所以父母养老没问题 他们多大了 也得八十 两位都八十以上了 那可能有一天 身体状况不好了 需要花钱 反正他们自己存好 我爸是百分之百 你说他怎么能成熟 他这个家庭无忧无虑的 就他一个独身女 没人跟他争干什么的 所以他就是吧 他就是在那种 非常优越的家庭长大了 他这个然后没有跟谁 什么攻击斗角啊 什么我想争的 他没有这种想法 就像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 是生活的磨难 交给我了一些东西 我知道站到对方的角度 去人家着想 那婚姻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就离婚了呢 婚姻 我先说我自己身上缺点吧 成熟的晚 就是好像 哎呀可爱 那么你想年轻 其实一点都不好过日子 什么都不懂 不会做饭 不会体贴人 不会考虑你的想法 而且还自私 要你围着我转 就是不敢 就是明白的晚 我要是二十岁明白 我很幸福 而且我也住上别墅了 那你后悔吗 凭我自己的能力啊 不是凭男人 哎你后悔吗 你会觉得遗憾吗 我错过很多机会 如果我要是成熟 就像正常人一样啊 我的生活质量 不应该是这样 那这婚怎么离的呀 我不好 他也不是很好 但他宅出来 跟你们做同事也好 做朋友也好 他绝对是特别好的 现代版的活雷锋 我就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 就是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一起坐地铁 我抱着孩子 他拿着孩子的东西 就我会往那个 有座的那边靠一靠 他赶快过来挡住 不让别人看见我抱着孩子呢 怕别人给你让座 对 别人让座 别人辛苦的 就是自己家人 辛苦一点没事 我没有给他长高调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但作为家人不舒服 就是我跟谁诉苦 都说 就是多善良 就根根觉得特好玩 只有一个小孩的妈妈 说这种人 不可以给你幸福 哪一年离婚的呀 今年还去年 怎么这么多年了 突然在这一两年离婚了 就因为他妈 所以你和孩子爸爸 15年没交流 最早的原因 就是婆媳关系 对 然后最后离婚 也是婆媳问题 你想想 他都能抱着孩子 不让别人给我让座 你说他得多护着 他的家里人 这说得都没意 毫无意了 真 你怎么总结 自己的前半生啊 前半生就太过于 就是太不懂事 太不成熟 怎么觊觎你的后半生呢 尽量为对方多想一点 说话慢一点 考虑好了再说出来 一事要冷静 找一个拆迁户 听听老师们的解读和建议 其实没有性格 一个女士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如果说 看不到这个人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青春期的女孩 就是可能一路走来 我是觉得可能依然 我会有什么事 你觉得可能有这种 是也不想要 所以没想要 是他那种人 他那种人 你这种人 那种人 就是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你太理想化了 对吧 因为你就想了说 哎呀 找一个喜欢我的 对吧 我负责貌美如花 对吧 你负责不用挣钱养家 咱家就往家满地钱 真的很难找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你摆正态度 找一个相对成事的人 然后他也欣赏你 然后过一个讲话了 有吹烟的生活吧 是不是啊 因为从来都跌跌撞撞 我觉得到了老了 让父母省两年薪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 您身上的性格 如果我们从原生家庭来说 首先您那个年代 独生子女就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您从小到大 就是一个特殊化的人 就是同龄人都有兄弟姐妹 但是您没有 一直就是独生子女 所以在同龄人眼里 你一直都是一个异类 这个异类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但是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这种从小到大这种体验 其实也是让你获益的 你比较习惯在人群中 另辟蹊径 或者说比较习惯跟别人不一样 没错 对 我也不介意他们 对 但是大部分同龄的男性 它是想不住您的 就他可能 比如说像刚才的一号先生 如果您没开口说话 可能无论从外形也好 从兴趣爱好也好 他觉得是 至少是可以选择的类型之一 但是您一开口说话 给他吓着了 所以我觉得您现在要找的 男士的类型 可能有两种比较适合您 一种是跟您相似的 就是他也活得很自我 他也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同时经济条件也不差 所以这样的人 或许跟您玩的时候很高兴 但是过日子 也不一定会过得很舒适 这是一种选择 那另一种选择 就是这个人比较大男人 这个大男人 不是说他败在强身 是心理大男人 而且他比较希望 能够呵护一个像闺女 像妹妹这样的一个伴侣 就是他觉得 我就宠着你 就看你玩 就哄着你玩 我就开心 这样的男士 也会比较适合您 甚至我觉得更适合您 我们选择平台这么大 看的人这么多 有朝一日会找到适合您的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是你其实自己能够控制 或者自己能接受就行 关键咱要找另一半 就要去找到一个 能接受你的生活方式 和你融在一起的人 现在可以调整可以改变 谁也不可能永远 所以我 我是这么建议 因为你也不是第一次来选择了 你还是要多和男士交流 多交朋友 多去 就你刚才说 替对方着想 看看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咱能不能满足人家的需求 多去接触 才能有所调整 要不然你方向都不知道在哪儿 好 你说是不是 那接下来要介绍你认识 是二号男士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拆钱糊 但是来 相信我旷一天 旷我估计没有 这年他叫我旷太难了 咱认识一下 好 让我们有请二号男嘉宾 有请二号蔡永广先生 有请 你好 欢迎欢迎 又见面了 这是选择老朋友 对 来来来 你们俩换个位置 你是请坐这边 眼熟吗 我没见过 那你平常不好好看选择 我就那次卢安节目 我一看我那大包子脸 我就不看了 我就看一看 我都不看了 那怎么找另一半 你常常看选择 就会发现好多男士都不错 你才知道男士们 都在想什么要什么 得多看 所以蔡先生 您都不知道学习 选择 应该了解一下 来先认识一下 我们看看二号先生 基本资料 二号男士蔡文广 61岁北京人 婚姻状况离异 国企退休 蔡先生您来过几次了 11次了 11次 我们09年 1月1号开播 平均一年来一次 对那时候是一年一回 十年的时候 大大的庆祝了一番 那次十年 我们隆重地说了一下 这是我们选择 第十次 是吧 上选择的嘉宾 我们确实很欢迎您来啊 但是也确实为您着急啊 这怎么11次来都 是不好找 是不好找还是老挑啊 当然也挑啊 谁也不能说太随便了 是吧 王老师您得给再淘淘心 所以这一次 您要明确地告诉大家 您想找什么类型 每次都说明确 因为每次都不太明确 这次就可以明确了 在上面好像没表达过 对是没表达过 那您现在好好表达一下 想找个什么样呢 这个找什么样 也不好说 说实在的 但是要说喜欢什么样 就是喜欢比较丰满的 长相过得去的 只能这么说 你说这找什么合适 你这说这是外表呀 是外表 咱这把年 你找另一半 不能光说外表吧 对对对 性格就是内向 内向一些 稳重 这都是老蔡了 比他上去走过程 多过程 他绝对想不出 不您11年当中 也没有接触过什么 接触 就是认真相处 我指的是 就是这是我女朋友 这样的 11年有出过一个 就是有半年 其他就没有出过 那这半年怎么没成 真不知道 有时候是不成 咱也不知道 人家就不跟你联系了 是他离开的你 对 你还觉得如果说 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了 对对 你还可以 他也没跟你交代为什么吗 没有 人家也不说这个 他是家政 就走了 您没去找找吗 找到了 他因为他哪都跑 这个家政 一会儿跑这儿 一会儿跑那儿 你对这个二号先生 就刚才简单的这个讲述 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啊 你 十一册 慢慢找 慢慢找 对 咱们都是在慢慢找 对他这个人呢 您什么印象啊 对啊 没什么太大印象 想要更多了解一下吗 我把这个舞台留给你吧 那是没找到感觉吗 对 万一他是拆迁户呢 都没问这个呢还 这个 这个 我 我有点弱 不是他觉得 这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我感觉 所以我跟你说女士 你不能再说 我要找什么拆迁户有矿的 那这万一是拆迁户 你连分都不问 我都了解了 今天 都了解了 没有拆迁户 您还是 我觉得也需要 更多地去思考 对吧 我刚才劝您说 要和男士 多交流 多接触 多了解 你才知道自己怎么调整 才能让自己找到一个 你能舒服的人 还能给你钱的人 但这挺难的 没错 那不听听先生的情况 后面还有两位女士呢 对 能让他们上来了 行 爸 那你不听就休息一下 先生留不留他呀 随他便吧 随他便吧 后面还有两个 很优秀的女士 不可好啊 好好休息吧 谢谢啊 谢谢 这女的都不会找 要找就找这样 这绝对是老实性 这是老实性 他条件就挺好 他条件挺好 三套老母亲 就他一个一个 其实会选择的 就伺候老母亲这几年 这财产都是你们的 都是你们两口 93 97 93 我们来看看 蔡先生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进入他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选择编外编导 今年的新变化 这给您起一外号叫编外编导 这体内有不合适 我还不是专业的 特别熟悉我们的节目 这熟悉是熟悉的 是不是也经常跟我们的编导 主编探讨我们的节目 交流 都交流些什么 交流就是说 有些节目可以老化的 应该改一改 比如说给我们提点意见 就是说线花 有好多人反应 就是说男士多反应 说你看线花 当到那么多几千人 我去线花 女的不接 我这脸面怎么办 所以他怎么考虑脸面 你的意思是女士线花 女士也可以 或者不用用别的方式 替代一下 看你们自己找 就是体面 双方都有体面 总之您是思考的 边看节目边思考 对对对 不是我也听到 那个周围的人去说的 对有点尴尬 怎么上 为什么连面 是吧 接着这家也不是 搞一次就成了 见面就成了 是不是 有时候吃好一顿饭都不成 那怎么办 我觉得世界就尴尬 是不是 有点尴尬 对 那个时候 我一定有很大的把握 在线花了 那看看您说的 今年的新变化 什么变化呢 新变化 我就是 我爸爸不是去世了吗 什么时候过世 四月份去世 现在只有我妈了 九十三了 我女儿刚结婚 我那房子 十一月份 又要下来了 新房 另外呢 现在还正在 继承过户 就我爸那两套房子 我爸死了 我得要过户 那现在母亲 是和您一起生活 对啊 我只能 我就是独生子 我就是一个 你看看 这虽然不是 穿尖户 也好多套房 刚才这女士 就修下去了 那你要继承 父亲的两套房 还有母亲的房子 老家还有两套 您老家是哪儿啊 石家庄 您有五套房啊 卖了一处 卖了两处 以前还不是五套 七套房 去年卖了两处 今年还剩 还剩四套 不是 那两套 加上五套 对 对五套 那您卖了两处房 是钱干嘛了 买房子 不是买这新房子 那就现在有五套房 对 那母亲现在身体好吗 也不行 这边刚出院嘛 陪着她 怎么了 她是胸肌水 有机会这次来 咱挺幸运 碰到一盒事了 或者通过节目的录制 有女士看中了您 走到一块 也是得女士和您一起 照顾老母亲是吧 得住到您这边是吗 分开住也行 那母亲怎么办呀 已经顾保姆班了就 买着呢 母亲高瘦 93 我爸也93 他俩一边了 您现在是 其实没有太多的负担 因为经济上也不错 有房 对 有钱 这个母亲呢 照顾她也不发愁 对 所以您说您这什么条件 都挺好的 人也斯斯文文的 对吧 这怎么就找不着另一半 你总结一下什么原因 可能面窄吧 还窄 您都11次了 全北京的单身 都快认识您了 那个单身 它各有各个条件 您的条件可能 我这条件还属于一般人 不是属于 挣钱也不多 才5000块钱 那您有这么多房呢 是有房是 不知道怎么 还有人嫌我母亲太大 所以是 她得挑一套 媳妇 媳妇你得进家 你进家跟我好了 不能光对我好 还得对我母亲好点 谁愿意 受到老母亲外人 对 把她累累了 真有那么点 80%的原因就是这样 要不就她一人 她早早了 就是有可能是什么 她喜欢那个类型 的女士 那个那类女士 都不喜欢她这个类型 你到底喜欢哪类吗 这个细说是真不好说 因为这个东西 也没有什么特定的 是吧 就是你一看 喜欢就喜欢呗 是吧 那你这么多年 都没有一看喜欢的人 不是 我看人家看不上我呢 这不是也是 双方那挑吗 不是你一个人 在家里有个老母亲 以前还有我爸 更麻烦了 你说有双 双老人 人家更不愿意 现在也是见了不少 人一说有老人 现在还在不停地见呢 都是有人给介绍 介绍但是不行 人一说有老人 就撤回去了 因为还是妈妈了 我也特别希望 真的找个善良的人 能够多陪她几年 你说我找了个媳妇 我把我妈送到敬老院 是吧 因为敬老院 特别适合 七十多岁的人去 就是自己能够走 能够一起参与 很多的活动 真的九十多岁的 我认为还真的不太适合 因为不让你走 怕你磕了碰了呀 是吧 那么大岁数 所以我还是特别希望 还是基于一个善良 找到一个愿意接受的 对吧 哪怕我们就是 把一个房子出租了 在旁边再租一个 一居室 妈妈和阿姨一起住 我们就是一转 对吧 三步就到了 对对 我觉得也可以 对于任何一个事 都不短了 没有几个十一年 再过十一年 你就七十多了 对 所以说 你看 现在母亲还在 如果母亲不在的话 您自己真是会觉得特别孤单 对对 而且 您也一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了 就赶紧 就是按照自己的那个 就是差不多了 就行 赶紧找一个 要不然真的是 挺让我们着急的 对对对 十一年了 要不您再给我们展示个才艺 您既然穿的这么立着 还记得一红领带 展示一才艺 听听老师们 这第十一次见您了 给您一些什么样的祝福和建议吧 他这个十一次 人越长越有范儿了 以前 十年前来的时候 愣你知道吗 愣 虽然说年轻啊 五十岁 但是愣 现在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有的人是 越老越好看 他就属于这种 越老越好看 一位金刚山高 滚滚烟河水长 毛主席的恩情 碧山高冰水长 你看我喜欢文乐 我喜欢绝世乐 就小野丽莎 王沃林这种歌 我没听过歌 这还不叫美 像你的年轻的 跟我过去 我都没听过这个歌 挺好 你女同志来 您这一唱歌 知道您身体状态挺好的 心情也不错 声音嘹亮 底气十足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三号女士 她真挺温柔的 也没有那么外降 刚才上场上来过一次 话不多 看到了 但是我们大家对她 都挺有好感的 挺好一位女士 咱认识一下好不好 来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有请三号女士 欢迎 哇 您好 您这裙子上都是蝴蝶是吗 来 来 来 请坐 请坐 这一上场好像 有些好多朵蝴蝶 还是黑蝴蝶飘上来了 这是您生活中的打扮吗 我上班有时候会穿着 现在还在工作吗 还在工作 先生才在女士的职业吧 您还是干老师的 我是从国旗退休了 然后在北京打工 国旗退休 现在在商贸楼 做管理工作 管理保险 就物业管理是吗 物业 物业不错 这是有那种稳重的感觉 是吗 它是 稳稳当当的 比较内向 来看看我们三号女士 李巧玲 五十六岁 河南人 婚姻状况 李毅 工人退休 河南人 现在是在北京打工 是孩子在这边吗 没有 我一个人在北京 一个人 来了几年了 来了六年了 就退休以后来的 退休以后来的 这退休了还离开自己的故土 我十年前都走出来了 退休 我是提前退休的 所以还是一个挺爱奋斗努力的女性 那厂商的三号女士和二号先生 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我们一起进入他们二人的 更想懂你环节 请看 好 来看看子女情况 女士是儿子还是女儿 一个儿子 儿子多大了 大学毕业了 现在在成都 编辑部工作 在成都啊 那你怎么没有去成都 和儿子在一个城市呢 我儿子刚刚大学毕业 去成都去了 我是六年前就来北京了 那你会有想说 那儿子在那儿 那反正北京也不是咱的故土 不行咱去成都 和儿子近点 没有 就像在北京 就在北京 那儿子还没有谈恋爱 没有 所以他未来成家呀 买房呀 需要您来帮助吗 我会帮助点 主要靠他是吧 主要靠他 儿子知道您来选择吗 不知道 他不知道 看来在家里 还是您自己做自己的主 是吧 先生的一个孩子也成家了 成家了 这眼瞅着自己的爸爸 来了是一次选择 用老实话说 越来越有气场了 这个身体也非常好 应该女儿还是比较放心您的 对 放心 来这个健康状况 女士 身体还行 也体检是吗 得体检 每一年都体检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先生你是不是也所有指标正常了 血糖高 血糖高 那要吃药吗 吃药 这算是糖尿病了多少 糖尿病了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好 收入情况 我五千 每个月五千 女士的收入情况 我收入也是五千左右 退休金吗 退休金两千多一点 加上现在工资五千 那准备一直工作到什么时候 如果成家了新药的话 我会随时会不工作 如果您和一位您欣赏的女士成家了 她还继续给社会贡献着价值 您会支持她吗 支持 可以 我怎么觉得这女士和先生还是有点匹配度的 汪老师 就聊到这儿我觉得 是吧 温温尔雅的 挺稳重的 让汪盈老师多给她参加她 每言几句 她们俩差不多 她对这女的个儿 这身材上差点 关键还是找一个情头一合 所有脾气相对来说有点互补的 那您想了解一下女士吗 可以 那咱继续看看女士情况吧 我们看看三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项目负责人 她很好 我那会儿有点作 妈妈你不用给我攒钱 您现在是项目负责人 还是说以前 现在 什么项目 现在是一个物业公司 我做管理 管理什么 管理一个项目就是保洁保安之类的 这份工作做了多久了 这份工作做了五年了 五年 那等于一来北京 差不多稳定下来就在这里上班 对 那这个住也是住在 单位管住 所以等于 吃也是在单位吗 也是 所以其实开销并不大 吃住都有地儿 然后工资五千多 那您在来北京之前 是在做什么 原来是在国旗 最早时候是在做办公室 文运员 然后后来到发电厂 提前退休了吗 提前 我们当时是精简机构 精简机构的时候 我就写出申请提前 那是07年 退休完以后 我就去厦门一个电厂 厦门 厦门四五年 电厂技术工人 然后从厦门回家 没多长时间的时候 就我老乡在北京就过来了 那孩子不用待在身边吗 不用 那时候我在下面的时候 我们孩子是上激素学校 我那个跟孩子沟通 都是电话 遥控指挥 他可能他工作 觉得他现在很不错 他虽然也不大 他完全可以继续干 你不让他干 得 然后除了一世 到他就在院里了 那当时离婚 这个孩子是 那不是我 我是才离婚三年 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才离的 我儿子他爸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男人 我现在来说 他是特别好的一个男人 就是每个月的工资 都会交给我 到最后 我要非要跟他离婚的时候 他还把工资 给我放在我们家的 那个台面上 放在那 那你为啥非要和他离婚 我说的 作就是我这个人 如果是现在考虑一下 我会 可能会好好过日子 但是 十几年前我都开始 我们俩都开始有矛盾了 我们也是 吉少离多 他是那种特别 就是特别老实 长相 我是我们俩经人介绍的 长相 我是一眼都看中他了 我到现在还是颜值控 就是 就是特别注重的外表 他是那种 一米八零的个子 白白净净 很内向 很文净 但是他那个人就是 属于那种 我就说嘛 他是好人 我也是好人 两个好人在一起 也不见得 过得好 怎么了呢 他是那种不善于沟通 他是内向 我是外向 比如说 我带着孩子 他有时候的工作单位 距离我们家就 只有一站地 一站半吧 我会带着孩子 去给他送吃的 他那里边管吃的 但是我改善生活 我带着孩子过去 那孩子还小 他看见我们的时候 他都说 你们来干啥呢 这这么脏 你看来了 其实他是好心 不解风情 特别好心的 意思你们来这个干啥 他当时在一个大煤厂 那煤厂挂的 他的鼻子都是黑的 但是他没有表达 就没有 对我没有表达 反而嘴里有些抱怨 我很 我感觉我这个人 是特别喜欢浪漫一点的 但是他确实是好人 他洗衣做饭 他也把我惯了 我自己都感觉 我现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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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OK 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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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先生您看着还算顺眼吗 我就想找一个就是上街上我能拉着你手 感觉我挺幸福的 我是一个不幸福的女人 你先让我一看 眉头一皱我照相 像那个猜牵户也是 我一照相她这样子 我从心里 这几个都行 你知道吧 特别啊 先生这种这种级别的牵着手上街 你觉得能拍照吗 行 别笑了 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觉得两位的匹配度 还有给先生和女士一些建议啊 所以我们今天这三位女士啊 第四位还没见到啊 这三位女士都有共性 你知道 都是非常的不成熟 然后就没有考虑到 我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不太认为你之前的婚姻 是有什么遗憾 我觉得婚姻就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说婚姻中没有爱情 没有正常的这种亲密关系 就不成为婚姻 为什么你一直在这婚姻的过程中 一直不断地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比方说我不做饭 不洗衣服啊 她其实找到一个平衡 因为你觉得你委屈 那她之所以不断地给你 把钱都给你 然后又做饭干这干那 她也是觉得亏欠于你 那么这样的婚姻她不会长久 可能到了你80岁你还耿耿于怀 对吧 说为什么我这辈子那么倒霉 是吧 然后她也不会有幸福的晚年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我们走出来了 重新去选择新的伴侣 我特别害怕你又误入到歧途中 说哎呀 变成了你前夫成了参照物 对吧 所以你不要考虑 说确实实于言之 说我看着顺眼 但是我更多的是合于性格 那你去想想 如果你觉得她这个人长得 讲话了非常的英俊 为什么找你啊 是吧 凭你年轻的有的是 所以我是觉得找到一个性格好的 然后把你过去早年没有得到这种弥补的这种亲密关系 能够找到 是吧 然后呢愿意在北京生活 你不像在北京生活吗 在北京生活 然后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我觉得就行了 是吧 越高 越着不着地 越着不着地 越飘着 你看我们这个哥哥也有点小飘 对不对啊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都着地 人生太短 刚才我们聊了 她比我挑 但是她那个挑太麻烦了 你俩注重呢 我就挑一个 经济基础 她的颜值 这个 还得时尚 有房还得有钱 这老师说完了二位怎么想呀 她女方什么意思吧 然后愿意呢 可以了解了解 接触接触 那这样啊 我给您个机会 因为正常您不就该下去休息了吗 对对 下休息了 但您如果真的觉得这位女士不错 有点感觉 有点演员 那您真诚地邀请一下她 邀请 对 去观察室 私聊一下 可以 女士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你要觉得这位先生也不错 听完老师们的建议呢 也愿意去了解了解 调整调整 那您可以选择跟她去观察室聊 那也可以说 哎呀这位先生我还是没找找感觉 我留待见下一位先生 对 都可以 但前提是先生 您得真诚地喜欢人家 才能做这样的邀请啊 你别说我是一个我就聊聊 那不行 来两位请起立 先生如果您对我们 三号女士很有好感 请您郑重地提出邀请 如果女士对先生也有好感 您可以和她一起去观察室继续聊天 如果没有找到感觉 就留下来见一见 三号先生 好 先生 我们俩能下去深入谅解一下 好的 您不见三号先生了 不见了 好 那我们赶紧去聊一聊吧 一会儿我们最终选择 看你们最后是什么样的选择 那去吧 我感觉单身久了 自己找到自己的原因 那当然也得找 真的 自己真的 这人就是你在成长中 然后成熟中 真的我自己我有时候走一段路 我会总结我自己 这每个人都是在总结你自己 然后完善自己 自己会越来越完美一点 对 你没有说十分百分之百的完美 但是你会吸取以前的教训 会完善我自己 好 让我们有请三号男嘉宾 王宽村先生 有请王先生 有请 您好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来来来 有事好 请坐 三号男士王宽村 五十七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离异 环卫工人 三号先生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态度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你们睡觉时我开始上班了 漫长的短暂婚姻 谁跟我谁幸福 工作是夜班是吧 对 晚上几点开始工作 晚上十点钟 到夜里几点 到凌晨四点 六个小时 每天都这样上班吗 天暖和的时候就是 是什么工作 灑水 就环卫工人里灑水的 对 那还挺辛苦的 要不停地 也是极力活 不辛苦 那活 就是环卫里的好活 是吧 对 但每天都要这种 夜里边上班 和我们平常生活作息 是不一样的 不觉得影响身体吗 这习惯了 都吊个个儿的 习惯了 吊个个儿 因为环卫的工作 就弹性比较大 有早班有中班有晚班 班班不不一样 那如果您要有了另一半 这大部分人还是正常 对吧 晚上十点多睡觉了 早上可以五点钟起来 正好给您倒个个儿 这怎么办 要是有另一半呢 孙中他呗 工作能调整吗 能调整 能调整 但那不互换 那不调动 那这个工作呢 您怎么看 是挺辛苦的 是的 做些时间像我们正常呢 接受不了 把这做些事情 就是老师晚上去工作 对啊 那肯定有打扰啊 您这第二关键词说 漫长的短暂婚姻 这怎么又漫长又短暂啊 那时候年轻 32岁那时候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也不成熟 挺唐突的吧 哪里人 河南人 长得漂亮吧 长得漂亮 谈了多长时间结婚呢 96年四五月份吧 96年四五月份认识的 对 什么时候领的证 八月份好像是 就几个月的时间 就几个月了 他比你年轻吗 我比他大八岁 您也不是很了解他 不了解 就结婚了 对 那双方父母见面了吗 您去家里提亲了吗 没有 河南那边不也讲究了 没有 那他就跟你了 要不说呢 那你挺有魅力啊 我不知道我是有魅力 还是有魅力的 你是不是跟进女后 你别再来说 真是有魅力的 尽不去 新线 有魅力的 仩人 都会变得 有魅力的 利益 也有魅力的 有万贵 你 最后 已经返回到 是 那找一面 至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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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律这方面还多少知道一点 然后就学这方面 所以顺利地在网上办了离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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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我们这胖哥这人特别实在 挺老实的 有朋友关系都挺不错的 所以 这二十年一直就是这二十年一直就是很漫长的婚姻 但是人影就没见 一直都没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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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不着急 你们这朋友都不着急吗 他着急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 他着急没办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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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影响他再次结婚啊 对呀 就是因为怕影响他 因为平时我们都有家 平时跟我们在一起去挺高兴的 一到晚上过年过节我们也回家了 然后就成他自己 我们也想让他赶紧的 把他这个这事就别拖了 这事弄厉害了 好不好找一个 对 所以你看这事这摊上 这是什么事 所以我们又是邻居关系 又觉得胖哥平时挺好的 其实是一暖男 谁又跟他都特别幸福 做饭 洗衣服 挺暖男的 对 那你觉得他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士 他适合找一个 我觉得他找一个公主型的 看我们这胖哥吧 他喜欢年轻漂亮的 然后温柔的 可是呢 就是谁跟他吧 他肯定会照顾好人家 还是公主型的 对 就他捧着 宠着 哄着 对 对 对 是 心里太多爱 要溢出来给别人 对 对 对 说得准呢 胖哥 有点准 谁跟他 真的 还是有这邻居聊天 会能怎么幸福呢 我们是邻居吧 到他家可霸道了 他每次叫我们吃饭 不用我们买菜 不用我们做 我们到那儿就跟客人似的 就不用管 你就该看电视 看电视 跟你七号两个呆着 然后每次请我们吃饭 都问我 想吃什么 然后我就像到饭店一样点菜 然后也不用担心 也不用买 也不用做 也不用洗 对 去得像大爷一样 享受一番地走了 没错 没错 这朋友交得好 吃完了 我说觉得不合适 我说帮他刷刷板 休息休息 不用 不用 你别管 特别暖男 不太熟了 对对对 太暖男了 特别好 也说得我看胖哥 都不好意思了 你刚才没这么表扬 表扬自己呢 他不好意思的 我没什么表扬的方法 我不表扬自己 所以觉得谁跟着他 都能幸福 对对 谁跟他都能幸福 好 谢谢 谢谢您的邻居 很给力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公主行 公主行 那个男的 那公主行 能找他吗 公主行 那要多么大 要身价得高了 像他这个能行 他的经济条件好 他挣那点钱 他的公主行 公主行 你不会找他 我怎么听说 您其实今天来 是看中了一位女士的 我现在头来 9月27号28号左右 那时间短播 那一选择 有一个女士 当时我没看见身高 今天来了 我看见身高 我看这个类型 挺适合我 你都看着他了 吃饭时候看着 您本来就是 冲着他来的 对 我对他有好感 他叫什么名字 彩思荣 什么样的样子呢 样貌怎样 个儿挺高的 个儿比我高 比您还高呢 对对对 不是 您之前看电视 看中他什么 看他的气质挺好的 挺干净的 形象好 哪里人啊 他是哈尔滨的 所以您是很熟悉 他的情况了 通过节目 我看了一眼 就是说这人还行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再一看 个儿那么高 都有点犯触了 对 所以有点紧张 有点犯触了 您介意这个身高 比您高的女生吗 我不介意 我怕人家介意 所以您今天 冲着他来的 对 我对他有好感 确实今天这位 您看中的 彩思荣女士 也来了 这名字挺好 对 马上就要上场了 他要上场 您第一句 想跟他说的话 是什么呀 您教我一个了 听听老师们 怎么教你 来看看老师 听听老师 专家哥有点印象 你们对那个 彩思荣女士有印象吗 我印象中好像 彩女士还在帮着 女儿看孩子 我不知道这个 您是怎么想的 接送孩子吧 这我能接受 您能接受 对 您是住哪儿的 我住丰台 丰台 我是觉得应该 彩女士还会考虑您的 因为虽然您个儿不高 但是您这个气势 还是有 我刚才听那亲友团说 您想找的类型 是一小公主型的 我其实一下就放心了 我觉得您应该很好找 您一看 特别像那种 有情有义的大哥 就这种类型的 反而特别专一 然后特别的这个 会心疼人 而且您看这么多年 一个人单身的生活吧 但是能把自己 打扮得这么利落 穿得这么干干净净的 我们就说 这生活能力 自理能力 肯定没问题 您刚才那亲友团 也特加分 说您做饭 沁茶 收屋子 都是一把好手 所以我觉得一会儿 您只要 千万别自己打退堂鼓 就比如说 无论是什么样 类型的女士 您都得 弃而不舍地 去追求下去 我觉得都能被您拿下 您对她第一条怎么样 上前我肯定 我肯定感激人 了解一下 也得一碰人家场 这个财女士 已经后场了 您得有点气势 虽然咱个儿不高 但咱是一个 靠得上的男人 是吧 男人就得像山一样 来认识一下 我们财女士 有请四号女嘉宾 彩思荣 有请 你好 欢迎您 谢谢九珍 欢迎 来 你好像是比先生高点 你好 你好 来请坐 四号女士 彩思荣 五十八岁 黑龙江人 婚姻状况离异 社会退休 看完以后什么感觉 跟电视上的差不多 那天看电视坐着 我感觉那人挺稳重的 你说他那经历 接孩子 接孙女的 接外申 对 我一看这个 我五十八 比我大点 比您还大 一岁 对 不过这个女士 我看形象挺好的 气质也挺好的 就没想到这么高 对 打了电话 这个咱身高 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内心的这个 力量 够不够高 够呛 够呛 三号个儿太高了 这个就看不上了 个儿太高 是吧 对对 有人欠力来消贵 无缘对面手难牵 这场上的先生和女士 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我们去进入他们的 更想动力环节 请看 子女情况 先生就没有孩子 女士是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很早就来北京了 对 健康情况 先生 我没事 你做体检吗 做呀 年年做 刚减二万 我三姐挺好 没有吗 收入 我是四千多 五千块钱 退休金会有多少 尤其那规则社会 那都按照当时走的 对 我说不好 女士呢 我在控制地将近两千 不到两千块钱 是什么退休啊 我是社会退休 也是社会 住房 我来一居室 一居室 女士 我北京没往河北 廊房那边 那廊房现在挺好 离北京市中心挺近 这是您自己买的 还是女儿给买的 女儿给我买的 我的名 全款买的 那老家的房子 卖掉了是吗 对 老家早出的太早了 早了 我们不要 好 那自选项内容 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没什么可问 你问我呢 有什么想问先生 我没有什么想问 那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先生挺好的 人挺老实的 本分 您对这个另一半 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女士 就是觉得踏踏实实过日子 两个人心往一处想 过后半生就行了 其他的条件还有什么要求吗 首先就基本的住房要有 再一个我不想找年纪比我小了 他可是看着比你老 太个玩笑了 因为我之前的丈夫就是小 比我年纪小 我心里有点油 我比你小一岁吧 您六三年了 我六三的 我六四的 您对身高很在意吗 就他这身高您觉得行吗 是不是比我矮了 先生多高呀 我一米六七六八那样 女士多高呀 我一米六八 我看看你们身高 他穿高跟鞋了 这高挺多呀 高一大级 怎么缠那么多 这不是找对象 找对象就是难 除过身高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顾虑吗 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 就是工作就是时间的问题 可以调整 可以调整 再一个就是还是身高吧 再一个年纪 我问问先生 因为您是冲着财女士来的 应该相对了解她的情况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财女士的基本情况吗 比如说她以前的工作经历 她的家庭环境 她曾经婚姻的状况 那个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财女士 是哈尔滨人 五十八岁 她前面的这个状况 您都不知道 没意义的吧 您是 对 带一个小孙女 你也不太了解 那咱就再了解一下吧 你坐着好好听听 你喜欢的人 你得了解呀 来 我们看看四号 你是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就一条 婚姻很短 责任很长 就是我的婚姻 是父母抱办的 然后过了有短暂的四年 你先说说 当初就是父母 帮你找的这个人家 是个什么样的人家 他家条件不错 什么条件 对 局级干部吧 局级干部 对 家庭条件很好 家庭条件不错 然后小孩呢 就是比我小嘛 那就找 好像他十八 十八岁 然后他们就来提 就来我们家 他奶奶 就每天去我们家 就提 他就喜欢我 十八岁 他十八岁 我二十岁 刚毕业 然后虚岁 我们那里还算虚岁 就来上门提亲了 对 然后他就每天来 每天来 你家人就同意了 我母亲就同意了 就是我母亲坚持 不同意就不行 你不同意吗当时 不同意 嫌他小是吧 对 这后来什么时候成的家呀 后来是二十二 二十二就结婚了 十八四年 等我怀孕的时候 他就那什么了 就学坏了 就在外边就有外遇了 你怀孕的时候 你当时就知道了 我当时不知道 然后那个去饭店 吃饭的时候 服务员说的 服务员跟我说的 跟哪个哪个女的 叫什么名 我就问在什么什么地方 这样知道了 那你知道了之后呢 也知道 我就崩溃了 我觉得没有脸面 很丢人 选来选去的 选了一个孩子 就这样 那这事怎么处理的呀 你又怀孕 就我生完孩子以后 八八年 我就说 坚决离婚 不过了 基本上感情基础也不好 然后 你生完孩子就离了 对 生完孩子一周岁多的 不到两周岁 就是因为她 就是有了其他的感情 就是因为有外遇 我经常能看见她开车 就是拉着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真的 她现在有这个模样 她年轻的 觉得这不难看 年轻也不难看 是吗 那可能找的比她还平 那就说这个男的 她的前夫应该很厚 是 这个很不地道 而且那个比她年轻 那你提出离婚 这个家里老老小小的 这长辈们能同意吗 刚开始不同意 因为在我们名下 她家房子多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就属于赠予的嘛 房产的什么都有嘛 名字我就要孩子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 没要房子 没有 就带着孩子出来了 就带着孩子 不给孩子 就带着孩子 不容易吗 不容易 我特别是 她的婚姻比我还 出的还差 那她这个和你离婚之后 又成家了 又成家 成家好几次了 好几次 但是就是她不成家的女人 她自己都输过了 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对 她就是常玩 那你年纪轻轻 你在当地也是算漂亮人 带着姑娘再嫁呗 那个时候也是考虑这考虑那 在那个本地 总觉得没有脸面 听完心里会不会觉得 挺不远心的 你那是挺不远心的 对 听像心疼她的吗 想心疼啊 但是人家嫌好个儿 我确实觉得你比她 瘦小了一点 但我现在觉得 她挺值得依赖的 我的个人感觉 不知道老师们什么感觉 给一些建议 其实我也觉得是 这位先生挺合适的 就你不要关注个儿 我是觉得 首先呢 你看她长得也不济 但是呢气质还行 而且呢自己就一个人 我觉得这一个人 对你来讲是极大的优势 就是加入到你们三口之家的团体里头 然后成为一个四口之家 所以人要看长来啊 就是越看越顺眼 然后呢你也不觉得 她好像是一个 比方说长相啊 什么身高啊 我觉得也没所谓 好 谢谢王阳老师 我觉得你跟先生也是挺匹配的 要和这个女的签手 一定是说愿意跟她签手 结算孩子这一点 能结算这一点 我觉得那就接她欢喜了 好 那我们所有男女嘉宾 都已经悉数灯台亮相了 她们之间会有签手成功的吗 让你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你好先生 您今天献花吗 我今天就不献了 不献花了 所以女生各有优势吧 好 二号先生您献花吗 不是 女生已经表示了 有些不献了 你们刚才聊得不好吗 不知道 那就是女士的 就是你们刚才私下沟通 她已经说了不合适 为什么呀 不是挺好的吗当时 先考虑一下吧 她在考虑一下 有什么顾虑吗 有顾虑 什么顾虑呢 这个年龄一定要慎重 您的顾虑是什么 还不太了解 我不想这么早的就 那你得有机会见面交流 才能了解呀 暂时先出这样吧 没关系啊 我们多交流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一次不成功 也是正常的啊 来 三号先生 您献花吗 献 勇敢点 来掌声鼓励一下 谭女士您好 我是冲你来的 我被你的形象 气质都打动 最想跟您底下交流交流 首先不管怎么样了 我还是表示感谢 冲你这句话 我还是愿意跟你 沟通一下 多了解一下吧 好 恭喜两位 牵手成功 来牵个手吧 算是我们情意的开始 拉着手 拉着手 虽然身高有点差距 但我相信这个男人 只要他用起心来 能够帮你撑起一片片 好不好 我们好好交流 我相信各位专家 和组织人的建议 这是我们给了您建议 但是以后的生活 还需要你们两个人 共同去努力 能不能真正走到一起 要看你们彼此的心了 好吗 加油吧 我会认对的 好 加油 那恭喜两位 那也希望我们其他五位 能够早日找到日中人 谢谢我们三位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选择 再会 我们这条街啊 位于北京市最繁华的 东流里场 是大十大地区 最有名的老古湾街 在二环一里 坐十四路 六十六路 地铁一号线 都特别方便 他青春洋溢 爱好众多 您都很完整 似乎不太需要 别人照顾您 或者是陪伴您 他性格直爽 光明磊落 因为他买的东西 你也不好退了 是不是 然后我就看 那个吊价牌上 我就把钱就给他了 不接受这个人的话 你不要收人家的东西 他朴实无华 坦坦荡荡 都在为别人活 照顾老的 照顾小的 对 为自己活一把 他为他而来 冬耳朵鸡什么的 六十七岁这个眼睛 有这样的身体的话 还真不是太多 您是冲他来的吗 今天 也是吧 他对他一见倾心 我愿意 由他随他 我当那个助手 他干净利落 生活精致 美白出道 这个是防水创 不过水的 洗面团 他沉稳大气 心中有爱 如果一个人 对您真的好 真的爱您 您会拿出 一百二十分的爱 去回报给他 对 是这样 她们齐聚选择 谁能有缘牵手 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六十五岁的苏女士 晚年选择 与子女一起生活 但 喂 妈 我晚上加班 不回去吃了啊 不一样的